大家非常喜歡的這種奶油格紋 擁有直腿效果的牛仔褲 黑色皮革之外呢 還特別加了這個珍珠 大幽靈的設計就是穿起來一定會非常的豐鬆 我覺得這一件一定是第一名 我自己猜想 嗨 我是小楊 又到了新品介紹的時間了 然後這次的新品呢 我們的主題是Chummy Girl 就是有魅力的女孩 喜歡POWER商品的女孩 其實每一個都是非常有魅力的 然後不管你是個性 或者是甜美 或者你有點小辣 你在這一週都一樣可以找到 你很適合你的商品喔 差不多說 我就先來趕快介紹我身上第一套吧 我身上這一款短袖真衣 這一款它很可愛一樣 就是大家非常喜歡的這種奶油格紋 這袖長是做短袖的長度 然後它在它的衣場 我覺得對我來說 其實也剛好比正常版 再稍微短一點點 然後你如果穿上央央央的牛仔褲的話 你的比例看起來非常的好 然後這一款對我來說呢 我覺得它是稍微比較 偏合身一點的款式 那我覺得在夏天 其實穿這樣子的真衣衫 也不會覺得露 會覺得剛剛好 然後它是配牛仔褲 或者配裙子 我覺得都非常的漂亮 那如果你想要當一個 韓劇女主角的話 我覺得非常建議大家搭配 綿麻的五分裙 然後配一個小平底鞋 我覺得就會非常的好看 除了我身上的奶油色之外呢 還有可愛的灰藍色 是個霧藍色 然後跟可可色 給大家看一下它的質地 你們看它的材質 在這邊的地方 它就是真的是 薄的這種針織衫 然後它穿起來不會惹 然後它一樣是做圓領的 這是有點小復古的感覺 就穿短裙也非常的好看 接下來夏週一 非常重要的牛仔褲 就是這一款 這一款你不要看它 看起來好像素素的 但是其實它有小細節在裡面 它不會說是非常的彈 所以它其實可以包覆到你整個 臀部 然後到大腿的地方 我覺得它都會讓它覺得 有點那種 就是縮小的感覺 就是包覆住 然後這個穿小白鞋 或者說穿微微高 跟現在很流行那種涼鞋 我給大家看一下它的鬆緊帶 在腰頭裡面有做這種鬆緊帶的造型 會讓你感覺你的腰整個 更包覆住 這邊 然後這個藍色也是 我覺得夏天一定要擁有的淺藍色 這個就是擁有直腿效果的牛仔褲 非常配件 嗨 第二套來囉 夏天我最喜歡這種 就是oversize的大T恤 然後就是直接配一個 球鞋啊 或者是小短靴 其實我覺得都會蠻好看的 然後這次這時候呢 還有出了一款牛仔外套 這款牛仔外套是長版的 我覺得它的長度做的就是 剛剛好就是不會到太長 然後也不會太短 然後它穿起來就是 會讓你覺得有點小帥氣的感覺 它這邊是做造型的 它沒有口袋可以撞 它的口袋在這邊 就跟一般的牛仔外套一樣 在它這邊做了一個大口袋的造型 對 然後它除了這個藍色之外 它還有另外一款黑色 這黑色也非常的好看喔 我覺得我身上 因為我穿的是灰色的大T恤 配黑色其實就會更有個性一點點 但是如果我穿的這種就是水藍色的 就夏天很喜歡的這種 前來牛仔外套 然後其實它的感覺會再更 有活力一點點 就是感覺好像有點小 然後接下來呢 我要介紹的是 我身上這件T恤 然後給大家看一下 這這一款呢 它是正面有一個 Password的小印花 這邊 然後背面有很多圖案 就是小單詞在裡面 就覺得好像滿有意思的 然後這邊就是輸入你的Password 這個男女都可以共穿 然後我覺得就是 你可以跟男朋友啊 就是有那種共同的密碼 可能情侶之間啊 我覺得都會有一些 就是這種小密稱 給大家看一下 它除了我身上這個鐵灰色之外呢 它還有另外兩個顏色 黑色跟白色 然後我自己覺得說 我身上這個灰色 其實是滿特別的顏色 就是有點 就是 有時候我穿白色 穿膩或穿黑色 就是已經有點太多 衣服已經太多 這些顏色衣服的時候 我就選一個 現在 其實韓國很流行的 這種鐵灰色 那這個鐵灰色呢 它是 其實做的就是 有點點點刷洗臼的感覺 嗯 它本身布料其實就是這樣子的樣子 然後它尺寸有兩個尺寸S跟M 我現在身上穿的是S 好 然後剛好 看它身系統的長度喔 就唯一 然後還有週一 我最喜歡的其實就是這一盤 因為我們其實最喜歡 我自己最喜歡的 其實就是小貝 那為什麼呢 因為就是 我自己有一個想法 就是說 我們真的平常生活都會 呃 可以使用得到的 然後但是 我又想要加入一些 我喜歡的元素袋裡面 所以我就是 除了這個黑色皮革之外呢 還特別加了這個 珍珠 在這邊 很可愛喔 然後這一款 呃 給大家看一下 它的長度是可以調整的 然後我剛好有扣到的是 第二個 第二個長度 它剛好有扣到我的胸下 在腰部的這個地方 對 然後這樣搭起來就很好看 或者配剛剛的牛仔外套這樣 就是蠻有造型的 然後除了 它可以這樣子 就是肩肥之外呢 你拿起來 它也可以這樣手提 然後或者 呃 其實這個珍珠是可以拆掉 如果你不喜歡珍珠的話 因為我怕大家是 覺得珍珠有點難嘗試 所以珍珠特別做的就是 活動式的 這邊可以把它拆掉 這裡 它就變成一個這種 就是 小包包 就是 但是我自己是覺得說 有珍珠比較可愛 就是有珍珠又多了一點點 小女生的感覺 那或者有點小貴氣 但是它正可愛 給它看一下它的細節 這邊是 in our daily life 就是 就是我們一直都在提倡的 就是 每天的生活都要有一種風格 然後你每天都可以穿出 自己不同的感覺 然後 有時候你就可以這樣拿著 也OK 或者你也可以把珍珠 捶下來 這樣子掛起來也很好看 對 就是不同感覺 因為我覺得它 就配那種花洋裝也很好看 小碎花的長洋這樣子 就是有珍珠露出來的感覺 然後它整個都是皮革設計的喔 它雖然說看起來是小肺包 但是它其實撞了一下手機 所以大家不用擔心 嗯 又到了每週一定不能錯過的 小碎花洋裝 這週的洋裝 它臨口非常特別 它特別做了小方鈴 它這個小方鈴呢 它在胸前的地方 它特別做了 往下降了一年 讓你的臉型好像看起來 會稍微比較瘦一點點 跟一般的方鈴不太一樣 那除了這邊之外呢 它一樣會有就是 可愛的泡泡袖 這邊 袖口的地方 公主袖的地方 然後跟下擺的荷葉 那這個下擺荷葉 我覺得非常的可愛 它不會非常的緊喔 所以穿起來其實是非常舒適的 然後這款 剛剛我們討論出來 它就是 韓劇女主角 一定要擁有的一件 碎花洋裝 然後韓劇女主角 就會這樣子喝著咖啡 去咖啡店買咖啡 然後等男主角 然後所以我覺得 你很想要戀愛的感覺的話 就必須穿這件去約會喔 然後這款它總共有兩個顏色 除了我身上的黃色系之外呢 還有這個白色的 白底的 這兩個色我覺得很難選擇耶 就是它其實都是 可以你要去公園啊 然後戴草帽 拍一張很漂亮的照片 這兩色都非常的適合 然後它的特色呢 除了像我剛剛講的那個 領形之外 它在腰下 它其實有做剪接線的設計 所以下擺地方看起來就是 有點A閃狀的樣子 但是會修飾你的臀部線條 然後它後面是有拍拉鍊的 然後一樣會有內裡設計喔 這款我覺得是甜美女孩 絕對不要錯過的洋裝 然後接下來呢 我要講介紹的這一件 就是我覺得你是小男孩風格的時候 你一定要擁有的這一件單品 就是我身上這個吊帶褲 它的布量呢 它是用比較厚的斜紋布料 肩帶是可以調整的 像我是布衣拉的比較低一點點 就是感覺這邊就是腰 它這個腰線其實你可以自己調整 你可以再往上或者往下都可以 然後像我158公分穿起來的話 它是全長的長度 就是它穿起來是非常修飾的 你平常是想要穿森林系一點點的啊 然後或者是你想要搭 就是比較個性裡面穿 不知道TOP其實都可以 或是你想要基本一樣 像我身上裡面穿這種日常的短T 其實都OK 它是有一點點帶一點點紫的粉 這個粉我覺得非常適合 因為它的洗臼效果 它有刷色 它的刷色洗臼效果 非常的美 配一個魚肚帽 我覺得會非常的好看 或者棒球帽都可以 這款我非常的推薦 好接下來我們要介紹 每週都一定要買的BRA-TI系列 然後這週總共有兩個款式 我先來介紹這款比較 我覺得算是日常基本好穿的BRA-TI 它的前面是大U0之外呢 它的背面其實就是做平的 所以我覺得這款算是非常日常 可以穿搭的款式之一喔 然後給大家細看它總共有五個顏色 灰色 黑色 然後可可色跟白色 看它細看它的材質這邊 全部全部都是羅紋的 它是坑條所以彈性非常的好 所以大家就不用怕說 穿起來會不會很緊啊 然後或者是說 要挑選什麼尺寸 就是照你正常的尺寸去選擇 其實就可以了 這款我覺得是非常百搭的一款BRA-TI 這款簡直可以包色了 嗯 然後接下來我要介紹另外一款呢 是我覺得夏天必備的BRA-TI 去年也做了這樣的款式 然後今年我們又把布料再升級了 然後加了更多的顏色給大家選擇 它總共有七個顏色 是不是超難選擇的 就除了基本的黑白之外呢 還有一些就是 大家非常喜歡在夏天一定要擁有的 像薄荷綠水藍色 然後或者這種紅棕色 其實都非常的歐美 然後我覺得就是不管哪一種風格的女生 其實都是可以駕馭的 這款我覺得必買的原因呢 其實是因為它背面的超美設計 對面是扭結造型的 這個扭結它剛好在腰的上方的部分 又不會擠到你背的肉 我覺得這款是非常非常推薦大家購買的 而且這款是去年的樂銷第一名 所以我覺得今年大家一定要購入其他的新的顏色喔 然後這款的正面呢 它一樣是非常的美胸造型的 你們看它這個大幽靈的設計 就知道它穿起來一定會非常的豐鬆 這一個呢 它是做彈性肩帶的設計 所以你穿的會非常的舒服 然後又可以調節你自己的胸型 就是你看你想要穿的比較高或者比較低都可以 沒有問題可以調整 背面的大幽靈也是一個重點 就是你會穿起來 你的背會看起來非常的漂亮 剛剛介紹完這麼多 我覺得這一件一定是第一名 我自己猜想 我希望它可以得到第一名 這一款就是這個顯瘦下身裙 這一款超級美 它穿起來超級瘦 它是做長裙的設計 然後它這邊腰內是做鬆緊帶的 所以穿起來非常的舒服 然後它在前腰跟後腰的地方都有做壓折 就是這種剪裁的設計 除了這個之外你以為只有這樣嗎 沒有 因為它這邊有一個側開叉 超高的側開叉 而且重點是裡面它居然是做了安全鋪的造型 對 而且我不是很貼心 因為你穿起來就是它是高開叉的 可是你不會覺得擔心你會曝光或什麼 除了這個顏色之外 還有最經典的黑色 黑色是一定要買搭 就是如果你的預算有限好 就黑色是一定最先要購入的商品 因為我覺得穿起來是非常的好看 搭球鞋搭靴子 然後一路穿到冬天都沒有問題 非常好搭配 而且這個的布料非常的有彈性 給大家看一下 它是非常彈的 所以穿起來非常的舒服 上面只要搭WATOP 或者像我身上這種休閒的短T 其實都沒有問題喔 這一件就是我覺得它是下週也是非常顯瘦的下身單品 然後它一樣也是下擺有鬆緊帶 然後它是坑條材質 所以它彈性非常的好 彈性很大 這個我覺得它可以去運動或是跳舞的時候穿耶 就是你會看起來非常好看 而且它是非常直嘴效果的 褲長超長 就是你穿起來 可能會 馬上變成180 150 可是看起來會有160幾公分 170幾公分的樣子 還有一款 就是我覺得一定要推薦給大家 就是月份梯 每個月大家都最喜愛的月份梯 然後八月梯來囉 就在下一週 除了這個胸前它是簡單的設計之外呢 它在背面 衣服的背面有可愛的笑臉 嗯 是不是很像那種小巧思的設計 就是如果你不說的話你不會發現 然後如果你看到的時候你就會覺得 哇好可愛喔 對在這裡喔 這邊有一個小小的微笑 怎麼辦 還有好多想要介紹的 這款棉麻羊刀我覺得是 夏天要出去玩去海邊的時候 就是一必穿的 因為它是做這種比較長版的樣式 然後後面一樣是有後開壓鍊 然後肩帶一樣可以保整 然後我覺得它比較特別的是 它在前排這個開扣是 可以完整打開的 穿著的時候走路的時候 會有點落影落線露出你的腿 有小肚子的女生其實也不用擔心 因為這邊做了一個綁結 它可以幫你遮住你的肚子 然後你穿著的時候綁一個結 就不會覺得說好像很合身的感覺 這款我覺得非常的推薦大家 它總共有三個顏色 除了我手上的白色之外呢 它還有夜脈色跟黑色 這兩個顏色也是就是蠻基本的顏色 所以就看大家自己比較喜歡什麼樣的風格 然後很多人問說就是如果夏天的話 有沒有可以遮陽的小外套 也有最後一款介紹給大家遮陽的小外套 給大家介紹這一款就是覺得下週可以搭配的防曬小外套 它是做這種QQ編的設計 在它的前領跟它的袖子跟下擺都是做這種小QQ編的 然後又叫做木耳編 有這種QQ編我覺得非常的可愛 就是裡面只要搭任何的防曬或背心啊 或洋裝 只要是細肩帶著你穿上它的話 我覺得它就多了一份可愛感覺 它總共有五個顏色 除了我手上這種就是很可愛的蜂蜜黃之外呢 它還有可愛的藍色 然後大家很喜歡的這種氣質的灰性色 跟最百搭的白色和黑色 所以很多顏色可以讓大家選擇 大家就不用擔心在夏天的時候 曬到太陽怎麼辦 沒有問題我們都幫你準備囉 好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囉 然後不要忘了我們週一新品10點上架喔 然後記得鎖定我們的Youtube頻道 然後還有我們的Facebook跟IT 掰掰